现在各家都在卷AI视频生成大模型 效果的确是让人很惊艳 但是使用以后你有没有发现 最终生成的视频总是不够高清 还是得再找一个软件进行画质提升 或者视频中总带有自己模型的水印 放在那总感觉不太美观想去掉 今天的视频我将为大家介绍一款 视频格式转化、水印去除、分辨率提升等功能聚集在一起的全能型选手 并且给大家详细演示该如何使用它 感兴趣的话那就一起看下去吧 我这次介绍的软件是Wondershare Unique Converter 这款软件已经面试17年了 但它们始终都在革新 现阶段它们已经有20多个实用的视频编辑功能 其中还包括大量的AI工具 大家可以点击视频说明栏里的链接进入它的首页 点击这里下载客户端到你的电脑 然后我们在本地打开它 顶部主要是三个工具 视频转化器、下载器和压缩器 点击这里的更多工具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针对影片、影像还是音频等 都有大量实用的工具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使用 今天的视频我将挑选Unique Converter中的五大特色功能 为大家做详细的演示 首先我们看看影片转档功能 点击它进入功能板块 点击加号添加视频文件或者直接托放 我们可以看到刚才的文件已经添加在这了 如果你想批量转换一批视频 也可以点击这里的加号添加更多的视频 然后点击这个设置按钮 或者底部这里的输出格式菜单 转到视频选项卡 从左侧面板中选择一种输出格式 然后从右侧选择分辨率 如果是多个视频 你也可以选择勾选把它们合并在一起 在这里可以看到左侧列出了当前的设置 所以是MP4、分辨率、文件大小和时长 然后在右侧你也可以看到它将会转换成什么格式 比如因为分辨率的增加 文件大小也变大了 完成配置后点击全部开始进行转换 你可以看到它非常快速的将文件 从MP4转化为MOV 只需几秒钟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视频转换了 如果需要将视频转换成音频 也可以在这里选择 这个功能无论是对自媒体、摄影师、音乐创作者还是电影爱好者都非常有用 它可以快速的转换你原视频的格式和分辨率 让视频为你所用 另一个视频编辑常见的操作就是压缩视频文件 让视频文件更小一点 为了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可以使用压缩器功能 点击它 点击或拖动你的视频文件到这 在左侧它列出了文件类型、分辨率、时长和文件大小 右侧是压缩后的相关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文件大小明显变小了 如果你想调整压缩的比例 可以点击这个设置按钮 或者是下方这里 非常酷的是它会给你一个推荐范围 我建议保持在这个绿色范围内 完成后点击确定 需要的话可以修改输出位置 全部设置好后点击开始即可 还有一个常见的场景是 我有一个视频需要修剪 但是只需要删减一些片段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操作 而我又不想要去打开PR这一类的软件 去进行剪辑 因为它会非常的耗时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到这款软件里面的 视频剪辑功能 在首页找到影片剪辑 进入后你会发现实际上可以做很多 基本的视频编辑调整 比如修剪剪辑、裁剪、加速等等 今天教程中我将修剪一个视频 点击修剪 我们可以选择想要修剪的视频 上传好视频后 会有一个时间线窗口弹出 我们找到修剪开始的地方 点击这个小剪刀按钮 这会将视频切成两半 再找到修剪结束的地方 同样操作选中这个片段 点击垃圾桶删除它 完成后点击确认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视频时长就缩短了 点击开始可以导出修剪好的视频 除了这些对视频图像的基础编辑以外 Uniconverter现在也上线了非常多的AI相关的功能 在这个AI实验室里我们都可以找到 今天的视频我将重点为大家介绍三个功能 第一个是视频增强器 我们上传一个视频 然后这里有三种AI模式共选择 一般降噪器指的是通过降噪去模糊等技术 Uniconverter可以有效提升老视频的质量和清晰度 然后是真插补 这可以帮助用户解决一些丢针问题 从而恢复视频的流畅度和清晰度 最后是AI超分器 它可以利用超分辨率技术进行视频增强 丰富细节 然后是照片增强器 上传一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六种AI模型可以对照片进行增强 包括自动增强器 AI超分器 旧照片着色器 旧照片修复器 脸部增强器 还有色彩修正 例如我上传这样的一张黑白旧照让它修复 是不是有被惊艳到 最后就是水印编辑 它可以轻松帮你去除或者添加视频中的水印 我们先来试一下去除水印 上传一段视频 选择水印的范围 然后点击去除 给大家看一下去除后的效果 同理呢我们还可以为视频添加水印 上传你的水印照片 或者直接添加文字水印 在下面可以对水印进行调整 甚至可以添加动态水印 这指的呢就是水印会在你的视频当中进行浮动 而不是固定在一个位置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软件的付费模式 首先针对免费版本 大多数功能都还是开放了至少一次的使用额度的 大家呢下载下来就可以先玩玩看 如果对效果满意可以购买他们的会员 其中对个人而言一年是50美元 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可以享受这里的优惠价 一个月8美元一年32美元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就可以购买 实际上这些AI视频的处理技术 除了作为工具型产品以外 你还可以用它来电线 比如制作分享4K修复的影像图片等频道 像这个频道已经获得了几十万的关注 除此以外呢AI还有非常多其他的变现项目和应用方向 我在我的AI商业实战攻略课程里面呢 也为大家做了分享 从AI工具的使用到落地变现 从自媒体的运营策略到AI自媒体的赛道方向 一个课程全包括 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说明栏链接 查看课程详情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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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